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不是嫌我很烦 我一听到他在说人民的功评 有很多人问 所以我很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多聊一点 让你们也知道背后的故事 因为有些厂牌不希望介绍产品的开发过程 各种商业的理由只是想把产品做出来 然后卖给你们 但我觉得人民的功评还是有很多有趣的点 我愿意分享的 比如说最后的这个效应 很多人问这个是不是有代工或者是做好给我们清贴个牌 不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 这么简单的话 早几年就做了 为什么没有做 就是因为 我觉得一个作品是要从零到真正单身 全部要拿捏在自己的手上 这才是自己的孩子 在最初做人民功评的时候 我们当时或者是我定的一个想法 就是首先我们要有第一台机 叫零号机 零号机之后是一号机 一号机之后是二号机 如果二号 如果我们够幸运的话 那么二号机之后就是两产机 如果不够幸运的话 那么二号机之后就是三号机 那么我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当时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 是怎么样一个思路和一个步骤 零号机 我们叫这个就是叫Zero 零号机的意义是验证线路 也就是说 我们要在零号机上验证这样的这个线路 能不能在答题框架下 声音的框架也好 就是在使用的框架下 能不能够 怎么讲 能不能够workable 能不能够成型 能不能够操作 所以零号机是试验这个线路的 这个线路是指一个声音的这个线路 还有就是功能上面的线路 有没有大的bug 如果大的bug 马上会叫停 马上会叫停 然后我们会继续去研发 这是零号机 作为试验机 作为验证机 零号机之后是一号机 一号机呢 主要就是验证几样东西 第一个外壳 因为那个时候呢 外壳已经做好了 已经有一个初步打样的一个外壳 那么验证外壳 外观看上去 质感怎么样 哪些地方需要调整 因为第一次打样的这个外壳 一定是需要调整的 而这个调整调哪里 颜色方面啊 做工方面啊 这个是一个对外壳验证的 这样一个机器 所以二号机单负的这个使命 就是外壳的验证 除了外壳验证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外壳的这个 咱们说就是装配 不单单是为了好看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装配 你的装配有没有纹丝合缝 组装起来有没有很大的公差 这个公差是不是因为 咱们说 因为我们起定量比较小 所以导致它没有办法做到纹丝合缝 所以我们怎么样在结构上去用完这个问题 第三个需要考虑的就是线路板 线路板和机器的这个安装 线路板和机器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安装 以及有没有碰啊 有没有比如说在某一个地方 线路板比较长啊 或者顶出来啊 这个时候我这块 咱们说这个脚铝可能是要挖掉 只剩左右上下 当中这个挖掉这些地方 我们需要去验证 这个和工程一样 就是你做做建筑的时候 也有这样一个软件 它会建筑这个线碰不碰啊 墙碰不碰等等 这是二号机 是验证外壳和相关组装的 二号机还有一个作用 实际上在真正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二号机 试验了很多周边的这个配料 怎么说周边配料 就是比如说这个喇叭线端子啊 信号线端子啊 这个我们说这个rc端子啊 或者电源的这个端子啊 前面板的这个遥控器的这个选择等等 就这些按钮的选择 这些硬件方面的东西 都是在一号机 对不起刚才我说的二号 应该是一号机 在一号机上进行了实验 这个在零号机上是基本上是一个没有 没有是因为它的这个零号机只是一个 咱们说一个prototype 就是它是一个验证线路的 所以它的外壳上没有任何的这个我还记得 零号机当时过来的时候是没有前面板 没有前面板有没有顶盖 还没有顶盖 所以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机器 两边是落入散热器 那么到一号机开始进行了这个外观的这个验证 装配的验证 以及这个一些咱们说就用药方面的这个验证 但用药方面大部分是跟声音无关的 但是也有一些是因为你线路法可能要做 可能要开声的嘛 所以我们也会听 所以一号机实际上也做了声音上面的验证 就声音上面的这个 确认说这个声音的声音的风格浮泊 我们要求 以及这个大致的方向怎么样 我们在一号机上进行了很多次的 因为一号机实际上停留我们的时间最长 所以它会有很多次我们会去进行 咱们说叫元气圈的选择 最后的这个胶音的这个部分时候 我们就是一号机的胶音 OK 听的这个声音怎么样 听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电容要不要换大一点的 把低频学好一点怎么解决 声音如果不够有弥散感怎么办 换什么 就是很多地方的声音上面的这个确定 就是在一号机 包括这个一号机发给其他评论员和视听者去聆听 也是一号机 也是一号机 所以一号机实际上是担任的非常重要的任务 一号机上发现的所有问题 请注意我说的是所有 我们都在二号机上改进 或者在一号机本体上就改进 能够改的就改 不能够改的比如说有些地方不能够修改 那么我们在二号机上进行改进 二号机基本上就是一个咱们说批量生产之前的一个 一个模型 一个dummy 所以这个dummy 基本上就是说二号机看到的是 所以一号机的外壳和二号机外壳是不一样 也就是说一号机做了一个外壳之后 第二个再要去打烊打一个外壳 所以二号机如果确认成功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二号机上去进行这个大量的实验 二号机上大量的实验 你好 二号机上大量的这个实验呢 会在外观上让它更漂亮 以及二号机基本上就是成品机之前的这个一个小的一个模型了 就等于说二号机能够实现的东西在批量生产的机器上也会实现 基本上二号机能够看到的样子大部分和成品机是一样的 所以二号机上还有什么就是等于说实验大批量的这个制作 还有就是在二号机上我们把一号机所有的这个问题全部能够改的 全部在一号机上改不了的在二号机上进行更改 所以基本上二号机是所有后面量产机的一个原型和一个咱们说 final的这个production OK 所以今天这个明硕的客人比较多 你看来来往往的 所以二号机基本上外观上确认没有问题 以及声音和功能上最终再确认没有问题的话 基本上二号机的使命也就达到了 二号机上不会再做大的修改 因为时间不允许 这个基本上就是零号机一号机二号机 而且还有一点 我们当时曾经想就是说我是一个很节省成本的人 所以对于当时一号机以及零号机 要不要把这些原机件给他拿掉的时候 我们当时有个讨论 我的建议是想把零号机直接就不要了 就是拆散了 但是设计师 线路设计师认为 嗯 No 零号机一定要存在 一号机也要存在 不能够拆 不能够动 因为这是一个原型 我们要能够知道这些东西 最后改了些什么 声音听上去有什么区别 如果你把零号机拆散了 你听不到原来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不要因为一点点的原器件 废而然后去 所以保留着以后也能够拍上照片 所以这个就是 所以今天零号机 一号机 二号机都在 都存在世界上 所以 OK 今天就聊到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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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